大家好,我是家军阿姨 人们来到陌生的地方,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在一国他乡 出门办事,坐公交、地铁、站牌都不认识 该往哪个方向去等等 这些少不得都得向别人求助 到新加坡的第二天 我要独自一人去机场 下了地铁,不知道该往哪边去 就这位先生特别热情的给我指路 告诉我在哪一站换秤 最后还送给我一张带有中文版的小地图 老先生您好 这里头哪有超市 什么超市 就是买点牛奶 买牛奶啊 嗯 在超市 后面也有一个新松很大间的 你要走去吗 后面 就特意很远 新松很大什么都有了 菜啊牛奶 对对对 牛奶菜鸡蛋对 鸡蛋啊面包啊 全部都有的了 往后走是吧 你要走到后面后面来 老先生怕我找不到 还特地带我走了一段 在地铁遇到的这位女士特别让我感动 我当时是要给交通卡充值 我当时是要给交通卡充值 面对机器不知道怎么操作 这时候他在旁边就主动跟我说 是不是需要帮助啊 我说是啊 不会操作 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钱给冲进去 而且还教我怎么做 钱放在这个口里头 对嗯 咱们按好 等啊 哎 你刷着针 等他就好了 有针就可以拿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你是志愿者吗 我是做工的 做工的 对 也太感谢了遇见你 对啊 一下能用了 我来到这儿好几天 不只是遇到这三位热心人 在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中华民族 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